肝肿倒摸得到 有可能是这伤肝也伤肾的病 肝如果有囊肿严重吗 如何检查 如何治疗 首先先来了解什么是肝囊肿 肝囊肿就是俗称的水泡 常见的有单纯性囊肿 多发性囊肿 由于没有症状 通常是因其他原因接受超音波检查时意外发现的 若有单纯性囊肿 只要定期做超音波追踪检查即可 不必担心 多发性囊肿则是一种遗传疾病 父母亲若有多发性囊肿 小孩子即可能也会有 有一半的病人会并发多发性肾囊肿 多发性肝囊肿的大小不一 树木可以多到树不轻 随着年纪的增加 囊肿的树木有变多及变大的趋势 由于囊肿多且大 所以肝会肿大 摸到病人会有腹脏 腹痛 恶心 呕吐等症状 若病有多发性肾囊肿 肾囊肿的并发性 血尿 高血压 肾衰竭 可能比肝囊肿所造成的症状严重 肝囊肿若无症状可不必理它 可惜的是 也没有药物可以使这些囊肿变小或消失 若有较厉害的症状 则可以用内科囊肿内硬化治疗 或外科手术来改善 若是做超音波检查时 发现有肝囊肿先不要担心 定期追踪配合医师治疗建议即可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关心您